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如果要添加动力学效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中物体或者是粒子 然后执行Dynamics下面的Fields 找到这些立场 比如说风场 比如说重力场等等 那么选中物体之后 直接点击命令 我们就可以获得动力学效果 比如说执行Air空气场 好我们点击一下 播放当前的动画 可以看到呢 粒子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立场呢 产生了作用 那么这是第一种添加立场的方式 可以直接来执行命令 或者呢我们可以点击 Windows下面的Relationship Editor 找到Dynamic Relationships 打开当前的动力学关联编辑器 我们把粒子呢 跟立场进行断开 或者是连接 非常地直观跟方便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打开大纲列表 选中粒子 按照Ctrl键的加选立场 然后执行Views下方的Effect Selected Objects 把我们的立场跟物体呢 进行连接 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产生作用 这是三种连接立场的方式 那么下面呢 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 风场的一些使用的属性 我们把当前的立场呢 拿到一边 可以看到呢 是一个风扇的一个符号 那这是标志着我们的场景当中呢 有这样的一个风场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可以看到 对它的位移旋转缩放属性 那可以通过通道栏呢 进行移动调整 那么比较重要的一个属性呢 就是它的Mentitude强度值 对于立场来说 几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它的强度 来控制整个作用力的效果 我们把它的风场呢 Mentitude的这个强度值呢 调整50 可以看到 对比一下 我们当前的例子的产生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剧烈 朝上进行一个吹动 凡是可以输数值的地方呢 都是可以去设置关键帧的 那么下面这一项 intenuation 衰减值 衰减值 那么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场景 通过新的场景 更直观的来介绍 风场的这些属性 这是一个平面的粒子网格 选中之后 添加一个风场 也叫空气场 直接去使用默认的参数 进行添加 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默认的面板 那么有三种预制的 风场的类型 分别是wind wake fan 那三种预制的 风场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把这些参数值呢 做了一个预制 那么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使用 reset的一个设置 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说到了 有这个megative的强度值 那么第二项 antionation 衰减值 我看一下什么效果 首先选中粒子创建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风场 好 方便起见 我们把这个图标 往上移一些 播放动画 现在呢 它的衰减值是为1 也就是说 它会由中心向四周呢 产生一个力度的衰减 那当前这个植株把它关掉的话 我们来对比一下 所有的粒子都是整体的统一的受到当前风场的一个作用力 而不是有一个衰减 可以看到 由中心收到力会比较强 四周呢 收到力会逐渐的小一些 这就是衰减的一个含义 antionation 好 我们可以试一下 把这个数值变得很大 那么整个渐变的部分呢 这个过渡就变得更加的柔和 更加柔和一些 衰减的一个数值 下面这一项 max distance 最大的距离 也就是当前 立场所能影响到的最大的范围是多少 那这个数值 我把它设置成为5 然后衰减 可以把它关掉 强度 也是设置成为5 我们来观察一下 也就是当前这个风场所能影响的这个范围 是5个单位 可以看到只有在这个单位之间的内容呢 才会被我们的风场所作用 所影响 打开衰减 让它变得更加自然 我们可以按下键盘上的T键 单击一下 这样呢 弹出一个可视化的操作的视图 我们可以调节它的强度 衰减 以及最大的距离 那通过点击下方的这个蓝色的图标呢 我们可以在各个的属性之间进行切换 像是方向的属性 速度的属性 它的扩展属性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衰减距离的一个属性 用适度化的方式进行快速的调整 比如说调节它的强度 让它更高一些 让这个衰减 更加的明显一些 衰减的数值可以增大 影响的距离 可以调整 用适度化的方式 来对这个参数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 它的强度 衰减 以及最大的距离 用参数化的方式来调整 是更加直观的 好 我们把这些数值进行一个调整 最大距离呢 还是 设置成为20 Apply Point Otex 允许单点的一个 属性 那么是否要把它给激活 我们可以点击 选中当前属性 然后把这个数值设置为1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粒子 每一个粒子 都可以作为一个发射源 来去使用 比如说呢 我可以把当前的粒子选中 然后呢 去加选我们的这个立场 执行Fuels下方的 Use selected as saw of fuel 注意是选中 单个的粒子 我们可以把单个粒子 作为一个发射源 也就是选中这些粒子 让这些粒子呢 都具备 像当前的这个立场 所有的属性 比如说风场 比如说牛顿场等等 当前的粒子都具有 这个立场的一些属性 首先是选中单个的粒子 然后加选立场 执行Fuels下方的 Uselected as saw of fuel 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也就是说呢 这些选中的粒子呢 都具有风场的这些属性 我们可以打开 Outline看一下 风场呢 自动的成为了粒子的子物体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粒子具备了 风场的这些属性 那么我们可以去 打开当前的这个开关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让它呢 当个的粒子 这个属性的具备 Apply Porn Vortex 让这个属性的进行激活 就是说这些粒子可以去 以当前的立场 这些属性来进行发射 那前提是你要把这开关的给打开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次的来执行风场 使用默认的参数 我们继续来介绍 风场的这些属性 好 下面这一项 使用最大的距离 我们按T键 可以看到 最大距离是20 如果这个属性呢 是关闭的话 也就是说 对所有的部分 所有的粒子 不管多远 它都能够产生影响 使用最大距离的一个开关 UseMaxDistance 这样的开关是否打开 那如果打开的话呢 这个数值还有意义 否则的话呢 就完全的都受到立场的影响 不管它有多远 是否使用最大距离的开关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下面呢 是关于立场的一个形态 William Shape 某种情况下呢 它是None的方式 那下面呢 有六种方式 分别是Cube Fair 球体的 Cylinder 圆柱体 可以看到 圆锥体 以及圆环 等等 包括说像曲线的方式 都是有的 我们可以去缩放当前的 封场的形态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说 它只对当前的形态 内部的粒子产生作用 这是默认的参数 我们把它呢 变成了一个立方体的 封场的形态 我们进行播放按钮 可以看到 它只对当前形状 内部的粒子产生作用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球状的 这也非常好理解 那么我们也可以 可以给它进行K帧 进行K帧 低帧 K一下 然后再到 100帧左右的时候呢 对当前的立场 进行K帧 我们来播放 对其内部的这些 粒子呢 产生作用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正值的话呢 这个封场是朝的 外轴正方向 进行调整 那如果 我把它的竖值 把它这个强度值呢 变成一个负值的话 把它变成一个负值 比如说负五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受力的一个方向 是朝下方的 OK 好 把关键帧呢 进行删除掉 接下来的这个属性 叫做 Vilium Explosion 默论情况下 我们播放当前的动画 观察效果 也就是内部的这个 粒子才会受到作用 那如果勾选这个选项之后呢 正好是一个相反的形态 也就是 封场 外部的这些粒子 才会受到作用 可以看到 非常方便直观的 去可以控制 具体的区域 我们把竖值 调整成为一个正值 通过这个开关 我们可以去控制 当前具体哪些 部分的粒子 会产生作用 那么下面呢 这三个属性呢 就是对于 立场周边的 这些粒子的 一个形态的控制 那翻译过来 叫做 包裹 那么我可以直接 对当前的 包裹的 范围 进行调整 它的粒子的 朝向 这个发散的一个朝向 正值 还是一个负值 都可以做控制 可以看到 它周边的这些粒子的 一个影响 一般情况下 用到的不多 对于包裹的一个调整 那么下面的这个属性呢 是对于偏移的控制 除了我们可以用位移的方式 调整当前立场 产生作用之外 我们可以用偏移的这些属性 更加细节的去控制 做出一些更丰富的效果 也非常好理解 偏移的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呢 是对于半径的控制 我们把当前的类型 切换成为一个圆环的方式 播放当前动画 我们可以对半径的区域 进行调整 把这个数值调得更加细一点 0.2 非常细 让它所控制的 范围呢 更加有限 那么我们还可以控制 当前的一个扫描角度 扫描角度 调整整180度 然后让这个整个数值 半径更加的高一些 OK 那可以根据你模型的具体形态 来自由的控制 当前的立场的形态 通过这些半径啊 这些扫描角度 来达到更好的具体效果 好 我们把这个数值呢 归零 下面呢 是控制当前立场的方向的 沿着外轴的正方向来发射 还是向一个相反的方向 来进行发射 那么它们之间呢 是一个适量的数值 可以相互配合来进行产生 下面这个选项呢 是关于速度的 风的速度 那并不是说只有 这个立场呢 只能够在这个默认情况下来进行发射 它还可以配合着这种 动画来产生 就像我们 这些属性当中所定义的这样 可以根据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效果来去产生 也就是说一些默认的数值都帮你去 设置好了 那么你只需要呢 去点击相应的命令 就能够获得相对应的效果 对于速度的控制 一般来说呢 这个数值是为默认的唯一的 那么下面这个属性呢 叫做Inhibit Velocity 速度的继承值 速度继承 那么这个值呢 把它默认是打开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它会继承原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再配合自身的风力的效果 会更加明显 速度的继承 那下面这个呢 叫做ComponentOwnate 如果勾选上这个选项之后 刚才我们说到了 可以对单个的粒子来产生立场 比如说 这三个粒子 让它们 作为一个圆来发射 来产生风场的效果 我们可以 勾选上 当前的这个属性 ComponentOwnate 也就是说 原始的这个风场 它就不产生 效果了 原始的风场 不产生效果了 而是把这些属性呢 附给了 这三颗粒子 让它们 来产生 ComponentOwnate 就是元素 Ownate 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个粒子 来发射 来产生立场 而原始的这个立场 失效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Sphere的扩展 扩展属性 我们还是打开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场景 对粒子呢 产生一个风场 单击T键 我们可以来调整 当前的方向 这些属性 速度 还有扩展 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直观的方式 来观察 调整扩展的数值 为0.5 也就是让这些 风场影响的粒子 更加具体一些 更加具体 我们可以调整 它的数值 它的衰减 衰减还是要打开的 那么现在好像 看起来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我们没有勾选上 扩展的一个开关 我们要把这开关呢 给它打开 才行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影响到 这个扩展 对当前 风场的 吹动的 一个范围 我们可以做 比较精确的控制 那前提是 我们要勾选上 Enable Sphere 这样的一个属性 把它这个属性呢 进行 激活 那么下面这个选项呢 叫做 Inherit Rotation 继承它的旋转 当前 风场的一个旋转的 朝向 如果 勾选上 这个属性之后呢 比如说 我对当前 风场进行的 一角度的旋转 那么也会影响到 整个的一个结果 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会产生 不一样的变化 那如果你关闭了 这个开关的话 我们再怎么旋转呢 它也不会 影响到 风场 具体的形态 还是依据 之前设定的这些属性 来产生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 介绍了一下 关于 风场的 一些常用的属性 下之后呢 大家要通过实例 通过练习 来去逐一的理解 这些参数